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推动连结教育及校园反读的法治宣导 国际福伦社的宣导列车 在开学的第一周是来到了万荣国小 由花莲吉安福伦社和花莲精英福伦社主办 集结了基隆、嘉义等地的社友 借由设置反读趣味问答的闯关游戏活动 让万荣乡辖区内的国中小学学生和社区居民 了解毒品为生活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 希望学者们能够远离毒品 也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 社区可以更加的清新 为了让更多学童了解毒品为生活所带来的危害及影响 由国际福伦349连地区福伦社 华联县府政风处等机关单位联合举办 109年连结教育继校园反读法制宣导活动 在开学第一周来到了花莲县万荣国小 包含3490地区基隆中区福伦社 3470地区嘉义南区福伦社 3502地区桃园东方福伦社等友社共襄盛举 所以待会大家要好好的闯关 我们闯关券拿到之后 最后我们会来做一个小朋友的一个 为了讲义你们做一个活动的颁证 好不好 大家要把你们现在拿出来好不好 现在的毒品泛滥已经让年龄层越来越小了 那很感谢这次能跟金益社能跟吉安社 一起去跟政府各局处一起办一个这么容易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在小小的疫苗能够有反毒的概念 让我们了解从小教育什么是毒 以后怎么防患在很多的教育机会 就从这边开始去培养自己 怎么眼里季节这样的毒跟毒活 现场藉由设置反毒区为问答闯关活动及影片宣导 增加万荣乡辖区内国中小学生及社区居民 了解毒品为生活所带来的危害及影响 国际福伦今年呼吁 福伦打开机会 希望透过此次活动回馈偏乡社区 给予爱的关怀并传达更正确的反毒知识及连结教育 建构一个良好乡内社区安全防护网 也守护国家未来的幼苗 记者长方烟 欢容箱报导